双肺全白 通宵抢救 我的病人 生命现在已小时计 原创作者 牛牛妈 文章来源 海上柳叶刀 按 本文根据牛牛妈口述整理 让我们一起祈祷奇迹发生 您可以认为有些观点是 一家之言 威严耸听 没关系 仅供参考 但是文末四个忠告 误请切记 专家说 新冠肺炎比萨斯病情进展快 据人民日报官微消息 2月13日晚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武汉市重症救治进展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专家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佟昭辉指出 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的是严重的呼吸衰竭 与2003年的萨斯相比 病情进展得更快 缺氧发展得很明显 此外 这次患者心脏受到的攻击非常厉害 救治起来的难度比以前要大 因此 我们提出要密切观察 这类患者的生命体征 比如心率 血压 血氧的变化 4次核酸检测 全因 妈妈的 连我一个女人也忍不住抱粗口 PS 那些说取羊过程有问题的 这都是我自己取的羊 对 我说的就是我同事的爸爸 那篇文章《最真实的人世间》 一位武汉呼吸科医生的口述 那些和我擦肩而过的生命 其中的第八个故事 说进来一个多星期 没日没夜的治疗和护理 我们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她 一步一步滑向微重 现在 她双肺已全白 生命只能以小时计 截止目前 我已经给她用了两天的高流氧 效果并不太好 血氧饱和度勉强维持在80左右 如果不带高流氧的话 只有40至50更加危险 我们通过一定的压力 把纯氧输送给病人 可以达到纯氧的呼吸 这种方式比呼吸机的舒适度 要高很多 也不经口插管 所以病人很配合 维持大概三五天之后 如果她的血氧饱和度 能上升到正常范围 她也就挺过了呼吸衰竭这一关 反之 接下来病情如果继续进展 就要上无创呼吸机 甚至气管插管 皆有创呼吸机 无创呼吸机是根据病人的呼吸频率 来送气的 如果呼吸频率太快 呼吸机也会感应 加快送气频率 最后病人亦产生呼吸机疲劳 呼吸运动不协调 从而发生人机抵抗 现在 这个病人呼吸频率 已达四十多次 助 成人呼吸频率 正常值区间 为每分钟 十二至二十次 如果现在 就给她气管插管的话 她也存在脱机困难 感染加重等系列风险 极微重 所以 同事哭得不行 我也崩溃中 有些人说 你们医生见惯了生离死别 怎么还会哭 好吧 问题是 你见过新冠肺炎病人 最后是怎么离开的吗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ARDS 肺 心脏 血管 肝 肾 等器官受损 血氧测不出 心跳 血压下降 很快很快 但是直到最后几分钟 病人也全程清醒 因为清醒 所以很多病人会呼救 会哭着喊着说 医生你救救我 伴随着剧烈的挣扎 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 患谁在现场 能忍住这种心如刀脚 和泪如雨下 所以我一直说 这种生命的告别 和溺水一样 就好比肺里面都灌满了水 活活的憋死 唯一不同的是 憋死患者的是 新冠病毒导致的 呈胶洞样的炎性肾出物 这个过程中 肺部换气功能完全丧失 再浓的痒也进不去血里面 但其他器官的功能 还没那么快衰退 所以痛苦且残忍 让我们一起祈祷 奇迹发生吧 即便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那么多奇迹 一 为什么不给 危重病人气管插管 很多读者问 你为什么不给 危重病人插管 简单来说 急性呼吸窘迫症 ARDS的治疗 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 先高流氧治疗 不行的话 就上无创呼吸机 如果上无创呼吸机 两个小时无效 就要气管插管 到最后 如果有条件 就上ECMO 但是每一步 都是有前置条件 和相应标准的 首先 从硬件配套看 进行气管插管的前提条件 是要有层流病房 插管之后 医护比要达到 1比2至3 我们的现状是 有气管插管的人 有呼吸机 气管插管的设备也都有 但是没有层流病房 也不可能按规范 配置人力 我们医院的综合ICU里 有负压层流病房 但是它只有一张 单间隔离病床 毫不夸张 我们一千多张病床的 三甲医院 也就只有一张床 能够满足新冠病人 气管插管的治疗 而之前住在里面 那个病人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院 改建 在我的认知中 普通病房改建为 层流病房 要一个多星期 装那种层流消毒装置 甚至天花板都要撬开 层流捷径病房的标准 美国CDC 疾病管理预防中心 和HICPAC 医疗感染管理咨询委员会 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送风系统在中央或末端 配置高效过滤器 必须是气密室 保证每小时大于12次换气 送风口送出的洁净空气 横断病床 形成单一方向性气流 从房间的另一侧被排走 对前室或走到 维持5PA以上镇压 配置日常监视系统 记录监视结果 全部病房出入口 均需配置自动门 那如果没有这些装置硬上呢 很简单 病人插管以后 我们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会中枪 就拿简单的病床操作吸弹来说吧 护士的吸弹应该很常见吧 这个操作也会有很大的感染概率 吸弹过程中 病人受到刺激 一咳嗽 气溶胶就直接喷出来了 气管插管显然需要更大的操作空间 插管之后 那简直就是24小时 不间断地喷新冠病毒气溶胶啊 整个房间的空气会被污染 所以这种高风险 高暴露操作 在一般的病房是绝不允许的 这也是之前的非典 留给我们血的教训 第二 就算硬件配置到位 人手充足 气管插管 眼下也并非最优选择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一线小医生 这个观点也就仅供参考吧 现在的情况是全国最顶级的呼吸 感染和重症专家都在武汉 但是根据内部渠道分享的 专家们最新讨论达成的指南和共识 无论是上无创和上有创呼吸机插管 对这种病最后的逆转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好多的病人 只要是气管插管的 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 能救活的大概就只有10% 所以说 大多数只要上了气管插管 有创呼吸机就不乐观了 因为气管插管一方面会增加病人的痛苦 增加机体的刺激 同时还可能导致呼吸机相关肺炎 一旦合并呼吸机相关的细菌感染 那就真真很恐怖了 细菌加病毒一起 难上加难 有些朋友可能会拿中南医院 那个用ECMO抢救过来的病例来佐证 但是我和同事们讨论下来 普遍认为这只能算个案 均不见 几家专门收重症的定点医院的抢救成功率 也是很低的 专家团队目前也只能保留意见 因为人力物力都投上去 效果也就这样 病死率也没有降下来 所以目前大家都还是建议 能高流氧就高流氧 能不插管就不插管 尽量在最早的时间把病人先掰过来 真的到了最后那一步 逆转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2.ECMO这玩意儿能救多少人的命 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ECMO是什么玩意儿说起 ECMO本质上是一种改良的人工心肺基 最核心的部分是磨肺和血泵 分别起人工肺和人工心的作用 可以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长时间心肺支持 为微重症的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 通俗点说 就是病人的肺坏了 我就搞一个人工肺来代替 跟做血透一个道理 作为严重心肺功能衰竭最核心的支持手段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在心胸血管外壳 做大手术的时候要用到的 我们呼吸科一般不会轻易进这台设备 一个是比较贵 再一个用量也不大 毕竟SARS不是很常见的疾病 这样讲大家应该能看明白 通过ECMO来治疗 只是改善病人的养合 既然肺已经完蛋了 就算通过ECMO一天一天地撑下去 最后能不能脱离这台机器又是个问题 肺白了 之后就容易纤维化 纤维化是什么意思 它不能逆转 除非肺移植 正如李文亮走了之后 著名肺移植专家陈静瑜 在朋友圈发文所言 这几年我们收治了多例其他的病毒感染 比如腺病毒 相续又办细菌混合感染 呼吸衰竭并微时转了ECMO 最后经过治疗感染控制 核酸转因 没有军血症 但双肺纤维化十遍 经ECMO维持双肺无法逆转的病人 我们进行肺移植评估 此类病人 我们团队目前已有多例肺移植 长期存活的成功经验 有一位病人数前 ECMO维持最长45天后 仍然肺移植 长期存活 综上 严性渗出物的中末结局就是激化 激化的结果就可能是纤维化 所以等真的进展到白肺 就算病人还可以依靠ECMO支撑10天半个月 甚至20天45天 大概率也就是消耗 人力物力的消耗 综上 一个是软硬件不允许 第二个是专家共识 也不十分强烈推荐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得已 都用小米步枪去战斗 三 为什么CT做出来好多双白肺 新冠肺炎之所以可怕 除了高传染性 更重要的在于进展成重症的风险 也就是急症呼吸窘迫综合症 ARDS PS SARS就是急性严重呼吸综合症的英文简称 前面已经讲到过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死因 本质上和溺水一个道理 就好比淹死 大量的水浸到了人的肺组织里面之后 把整个的肺的空间占据了 所以养进不去 不明白的话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肺组织的解剖结构 就像一棵支气管树 倒过来的 树干是主支气管 支干是细支气管 小的支压是中墨细支气管 叶片就是肺泡 呼吸系统最末端的呼吸单位 肺泡有多重要 它是肺部气体交换的主要部位 为多面形有开口的囊泡 泡臂薄 直径约为200至250微米 成人肺泡约有7亿 总面积可达100平方米 相邻肺泡之间的组织称肺泡阁 其中富含毛细血管网 弹性纤维 网状纤维 和胶原纤维等结地组织 肺泡一面开口于肺泡囊及各级支气管 另一面与肺泡阁的结地组织和血管密接 肺泡 肺泡阁和毛细血管 在医学上就称之为气血屏障 用于人体的气体交换 也就是完成肺泡里的氧 与毛细血管内二氧化碳 进行交换的新陈代谢 病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各级气管虽然是通畅的 但是中末气道内充满了炎性肾出物 而且伴随着肺泡间隔增宽 所以氧气到达我们血管里面的路径受阻 甚至到不了我们血管里面去 病人就出现了呼吸衰竭 总而言之 新冠肺炎这个疾病主要就是累积肺泡 肺泡被病毒导致的炎性肾出物 那种胶洞样的分泌物给占满了 而西潭靠气管镜到达不了那个中末端的地方 所以如果发展成重症 医生能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有限了 从微生物角度来说 这次的新冠病毒 包括上次的萨斯都一样 都是病毒界里面能够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症 ARDS的最猛的病毒 所以目前的治疗 基本上也是按照呼吸窘迫综合症来进行的 现在没有特效药 我们医生能做的事情就是干预这个过程 干预呼吸衰竭的过程 当然我们还要排除心肺部的 一些导致ARDS的其他基础性疾病 那么还有人好奇 为什么CT做出来是白肺呢 很简单 因为肺泡里面全部填满了这种炎性肾出物 而肺泡分布在整个肺的表面 肺的包膜下面就是肺泡 从上到下每个部位都有 就是你能够触摸到的肺表面的那一层都是肺泡 所以说照CT的话 一看全部都是白颜色的 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想跟大家说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 千万不要大意 不要放松 不要去超市挤肠队 不要去楼下抢白菜 妞妞妈最后四点忠告 供大家参考 1.早诊早治 千万不要把轻症拖成重症 2.能吃多吃 营养支持很重要 提升免疫力 3.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过度焦虑会影响疗效 4.轻症需要定期复查 排除残留纤维化 避免不可逆